好 带您来认识这一位 把吃苦当补 从跆拳道自由搏击到跆拳 来自花莲县丰冰箱 拥有格马兰战士号称的潘红敏 毕业于国立东华大学 最新于跆拳以及柔术 为了要经济全数 大学时期常常北上奔波 打工赚取学费 并在泰国中国等世界各地 打下不少的讲座和成绩 为了不让有潜力从事格斗运动的 花莲子弟同样的辛苦 在花莲的吉安 打造了专业格斗的训练场域 期盼格斗的种子来扎根花莲 位在花莲吉安乡的格斗部落 创办人潘红明 来自花莲丰冰箱格马兰族 毕业于国立东华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 从国中就开始学习跆拳道 但碍于升高 无法打出好成绩 转战泰拳领域 也借自身铁工尽力的工程专业 打造全花莲第一家专业格斗训练场 我大概在2013年 接触泰拳运动 对然后 从我一开始 接触泰拳我就有 开这个 拳馆的念头 对因为 我自己是在花莲长大 然后 我当时候要练泰拳这个东西之后 在花莲是完全学不到的 所以我就是要跑到外线市 甚至跑国外 才可以练到这样子 一开始是 就是 台北花莲这样两边跑 后来我就直接定居 在台北 对然后就是 在北部练 大学时期 离向往翻北部 败师学拳的潘洪明 随后试成 泰国职业泰拳退役选手 到泰国学拳三个月 直接站上泰国擂台 跟泰国选手对打 拿下全世界泰拳锦标赛第五名 即使打得遍体鳞伤 忍不见鸿鸣对泰拳的热情 很多人都会对泰拳 或是对搏击运动会有 这种刻板印象 都会问说 我来会不会先要先学会被打 还是我来会不会先被打什么的 就是都不用想那些 就是你来的话 就是它是一个很好运动 对就像打球一样 对 然后你的球就是靶 你可以去用你的 用你学会的攻击姿势 去打 打到你的靶这样子 就是打靶训练 它是一个很好的反应训练 也是很好的体能训练跟协调训练 激励训练 所以它的格斗运动的CP值是很高的 对它不是就 激励就只有激励 然后动作就只有动作 它是全部综合起来 给他们的观念是在外面 不能使用我们的武术来去起冲突 如果有这种状况 我就不会让你来练习这样 我会这样灌输 对然后你想运动你想做什么 就是在赛场上或是在擂台上 然后不要把 我们不是学这武术去打架 对我们学这个东西是保护自己 对是真的危及生命安全 我们才可以使用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不会危及生命危险 然后有人跟你起冲突 你可以保护自己这样就好了 不要主动去攻击人家这样 2016年寒假曾在封闭猫公部落 成立格斗体验营 秉着出生部落回馈部落的真心 为格斗沙漠的花莲注入了活水 潘鸿鸿强调 学习泰拳 健身防身又修心 要实践武得于生活 持盼未来格斗技艺在花莲持续发扬 成为全民运动 也让花莲有潜力且喜好格斗运动的花莲子弟 就近有专业的训练场地和资源 榨根花莲 记得掌帮燕姐安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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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